记者正在采访没想到高约五公尺 长十多公尺的围墙突然倒塌 汹涌洪水不断涌出 进行镜头全都露 也吓坏了正在采访的媒体和民众 近日从四川东北部到江苏岩浆地带 雨量达到300到500毫米 比往年同期还要高出两倍 四川凌晨山洪爆发 大量吐石夹带泥水冲泄而下 道路和周边被冲毁 夜间紧急转移600多位居民 民众无奈把自家门凿破 先自救排水 陕西也同样遭遇严重灾息 河水暴涨超过警戒区 冲断桥梁的栏杆 泥水直接慢紧接道 街上百间民房全会 全村最宽的主干道上 积满厚厚一层淤泥 暴雨灾情惨重 于是恐怕还会持续 记者陆志与综合报道